一整條原本應該翠綠的山坡 全都變得光凸凸 土石流淹沒台鐵軌道 公路也被大量砂石阻斷通行 花蓮縣從1號晚間 到2號凌晨降下大雨 造成蘇花公路台九線 崇德路段發生兩次土石流 2號清晨在崇德路段有35輛車 以及惠德隧道有3輛車受困 索性在上午7點脫困 而在崇德管制站 還有等待通車放行的車輛 甚至有貨車司機等了一個晚上 公路段表示已經全力搶通蘇花公路 另外在台鐵河仁到崇德路段 也發生道路阻斷 花蓮火車站陸續出現霧點的情況 那是30分鐘嗎 經過那邊的時候 他有刻意幫忙嗎 有 就有落石的那個很擠的 所以還是會 會 部分列車大約延遲30分鐘 區間車則可能會延誤超過50分鐘 目前崇德往返河仁路段 恢復單線雙向行車 提醒旅客大車要特別留意 TVBS新聞高志雄 陳家彤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